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新的Listing 剛剛上本沒有禮的 就是在Richmond 我們會出去露台看看這裡的風景 地理位置在Richmond Center旁邊 我們是Westminster Highway 和No.3路 所以附近有很多配套 如果大家屬於Richmond的話 其實就是在麒麟酒樓旁邊 或是上面的建築 我們出去露台和大家看看方位 我推 外面很大風 我們現在的建築在樓高17層 戶口是7878 Westminster Highway 現在的方向是南邊 看上去比較矮的已經是Richmond Center 在Richmond Center的北邊 在Hudson's Bay 在這個位置 有一個很大的 這些都是上下層 都是給Richmond Center的 那裡是Food Court的位置 然後下面這一層還是商場 大家之前看過我的影片 都知道Richmond Center 現在是賣新的樓盤 以後這個位置都會改建 那些建築會建在那一邊 大家看上去的高高高高的地方 那邊有些樹 就是那邊的搭配樓 那邊會建建一堂樓 不是在我身前那邊 所以大家如果對這個 property有興趣 看見會有些變化 但不是在前面有一個建築 很遠 多了一段時間的樓 看少許樹 這是南邊的景觀 這邊就是西邊的景觀 西邊的話 看出去會看到水的景觀 這邊西北邊開始有很多樓 始終這邊是Richmond的市中心 在3號路隔Westminster Highway 都會去很繁忙 很難找一望無際 旁邊完全沒有樓 這是露台位 17樓 已經是全建築第二高的樓層 上面還有Panthouse Unit 18樓 已經到頂了 1997年建築 當初有3、4、14樓沒有了 所以沒有17樓那麼高 但標號就是17樓 我們去看看 大家在香港來的朋友或地區都知道 越是舊一點的建築 即是年份久一點的建築 使用面積或畫跡各方面 都會跟新外的不同 即是會大一點 這是兩房兩次943呎的單位 corner unit 看剛才南邊和西邊的風景 廳和飯店都會很大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客廳 這裡有些天線 電線 這個應該是電視位 然後沙發的話就按照你喜好 你可以L-shape 這樣L-shape也可以 飯廳位就在這裡 大家看到這裡有水晶波波燈 這個地方可以做一個dining area 客飯廳都可以比較分開的 然後裡面就是廚房位 廚房位的話它也是L-shape 有些做了upgrade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塊是石桌的桌面 不是最原本以前的 是Lamonate桌面 然後這邊大家看到 這些大多數的廚房電器 都是比較新的upgrade 尤其是這個洗碗碟機 是brand new 沒有用過 大家看到還是封了膠紙 牌子在Samsung 裡面的所有的menu 都還在裡面的配件 雙升盤 這個位置看出去 就是看西邊的view 也不是太多東西 沒有東西 看到一些樓 但是看見都很遠 看到水這個位置 升盤底 有些空間可以放清建用品 然後這邊有個轉角位的corner 這個櫃就小一點 不是真的可以放太多東西 不過也有做了一個轉角位的 這個也是Samsung的爐頭 都很新正 一點跡都沒有 應該都是很brand new 因為seller 屋主是放上款之前 不久就已經做了upgrade 大家看到除了這些廚房電器之外 其實它所有的地板都換過了 換過了膠地板 膠地板的優點是什麼 就是它其實防水性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大部分現在很多時候看到的 condo 或townhouse 可能是engineer hardwood 或者是lemonade 尤其是lemonade 如果你倒下水 或者廚房位有水 就比較容易 即是要馬上抹 如果不是的話就會撲起 或者我們香港很流行拖地 即是吸完層就拖地 拖得多 其實原意是很想清潔 但因為水流的時間太久 就容易會進入水 膠地板的話 這方面的防水性會比較強 飾演機牌子是pacific 爐牌子是samsung 這邊也有些櫃 這個位置是轉角位的櫃 一路到裡面也有放液的空間 然後微波爐也有upgrade過 不過這個就有英國用過了 上面是儲物空間 雪櫃是samsung的 都是比較新的模特兒 brand new的 膠紙還未封條 其實整個廚房 除了廚櫃不是最新的 其他都upgrade過了 其實先看織 我們剛剛看了廚房 看看飯店 其實我們可以離開門口 以前滑落的織是比較實用的 即是你一開大門 就沒有什麼浪費的 一進來 左邊這裡就有個洗衣房 唉唷 撞傷了 這個洗衣房也挺大的 大家可以進來看看 它有足夠的空間 讓你放一些再大一點的模特兒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空間 它現在做了兩個shelving 其實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再想一下怎樣實用一點 這邊還有一個洞位 可以放一些架子 再放東西 或者放吸塵器在裡面 這個門口進來的laundry space 大家可以想一下 可以怎樣令它更有用 然後進來這邊就是second bathroom 這個是客廁 大家可以進來看看 它比較長條形 做了浴缸的設計 有花沙頭 然後可以浸浴 然後也是一個counter space 比較闊的 一個面盤 大家也有很多放東西的空間 地板是剛才跟大家分享過換過的 但這些counter space counter top就應該沒有換過 鏡子也應該是original的 順便提醒大家 就是在香港剛剛過來的朋友 你可能未必發現到的 我們香港 至少我香港住的建築 是會有下水道的 即是在座廁、浴缸附近 我媽媽以前做清潔的時候 很流行倒水 或者用水沖 做完什麼翻減水之後就沖 這裡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這裡是沒有下水道的 這邊的結構是不同的 這邊的建築 你看到大家是完全地面的 跟你的房間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大家清潔洗手間的時候 千萬不要像香港一樣 或者像我媽媽一樣 習慣了就噴完南威寶 然後就沖水 千萬不要這樣做 大家記住了 看完洗手間之後 這裡走進來 就在一個衣櫃位 其實你回家放衣服 就可以放在這些位置 也有鏡子 主人房和客房 分開兩邊的這隻 這個Master Backroom 感覺上也挺闊的 應該是King Size床的Size 可以放在King Size床 之餘兩邊也應該放到床後櫃 這裡也有一個凹進去的位置 大家有需要可以訂造一些架 或者櫃再放東西 這邊也是 然後關門後面是電箱 大家可以看看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電箱 怎樣用 或者怎樣去看 它的色別也很清楚 哪一個掣 哪一組電器 或者哪些燈光 然後來到這裡 就是一個Corner的Walking Closet 也不是Walking Closet 就是兩個Closet 這裡一個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開門 兩邊的衣櫃 然後這裡就是洗手間 洗手間也有局勒的門 有一個Sliding Door 然後這個是主人房的洗手間 比剛才客廁小一點 不過是正方一點 座廁在這裡 也是Shower加Bath Tub 看看下面的空間 也是這樣 我們看完主人房之後 看完另外的第二層 就是另一邊 中間有廳 隔開了 就多一點私隱 這個就是第二層的房間 也是夠闊的 Queen Side 就一定放得到 King 行不行嗎 King 應該比較難吧 也可以 也可以 逼一點 不行 很大 其實真是比一些新的樓盤 房間大很多 我想你以前在香港也是 以前香港在新樓盤 和我們自己的家住 我在香港也是住在翠圖閣那邊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近黎城花苑 荃碼頭一邊走過去 我們那時候好像是三十多年樓齡 都是實用面積高 對比新樓盤 但樓底沒有那麼高 這裡就是八呎樓底 這邊的好處是窗戶也夠大 沒有我以前的窗戶那麼小 這個就是衣櫃 這邊還有一個斜斜的空間 這間雖然是第二房間 第二層 但應該可以放到大床 King Taz也放不到 不過這個位置就可能放不到櫃 這幅可以是電視牆 下面有插鬚 主要的部份就跟大家看了 取暖的話就會是Base Board 你會看到窗邊位 包括房間也有這些 這些就是電費 就會要自己付回 剛才的爐頭也是電 完全沒有汽油 這個房間的 unit number 就是1706 這個建築號是7878 Westminster Highway 現在的掛牌是89萬 建築是1997年 有24年樓齡左右 去年的地稅是2118元 兩間房間 兩個洗手間 也有一個住宅 稍後跟大家看看 這個住宅是很大的 然後就有943呎 整棟建築裡面有62個單位 管理費是438元 還有一個月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很多 管理費的話 這個單位沒有GAS 所以就不包GAS 但會包熱水 也會包所有的垃圾排污費 以及整個建築的清潔 或者是保存 我進來這個P4 其實是4樓 去到這個位置 這個Gate 分隔了外面的公眾Pay Parking 和私人Residential Parking的一個地方 我們的Parking就是這裡 大家看到這裡是很闊的 從這條黃線開始計算起 這條黃線開始計算起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 相見人士的泊車 即是 一定可以泊車 甚至如果你們有很多電單車 都可以泊在裡面 就在一個比較闊的位置 這條黃線是沒有Locker 就是一個大的Parking 然後出入的話 也會比較方便 因為你直接在Gate出就行了 不用再繞來繞去 其實這棟樓 就是剛才我們在上面看了Unit 門牌7878 就是向著這條小街 就是向著Richmond Center 裡面的一個位置 這個Parking Lock的範圍 其實都是屬於Richmond Center 那邊就是The Bay 大家看到其實 這裡最高突出來的路台 就是我們剛剛看的Unit 旁邊就是麒麟的酒樓 這裡旁邊的一堆 就是剛才我們的Parking Lock 其實都是在這裡 我們這裡外面對面馬路 就是有London Drugs 還有一些銀行 Coffee Shop Post Office 都在對面都很方便 然後去到這邊的話 其實大家看到 就是Tesla的充電站 這一堆全部都是Super Charge 應該有20個Super Charge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有Tesla 但是這些舊一點的建築 不知道Strada會不會讓你安裝 充電站的話 其實這邊下來的充電也很方便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也可以走出去街上看一看 如果Richmond Center 相對來說比較多購物類 就是買衣服 逛街購物那類的 如果你說生活設施的話 或者其他 譬如說剪頭髮這裡有 也有Subway可以買個包 走出馬路對面都有TBank 有CIBC有匯豐銀行等等 這條已經是Westminster Highway 前面就是SkyTrain站 我們可以走過去看看 這邊這棟建築的樓下 對著大馬路都有各式各樣的店舖 譬如說有匯款 整頭髮 財務 前面是CIBC等等 如果大家要買菜的話 就在這裡走過去 過了No.3 前面的樓下已經是公共市場 走過去大概5分鐘 走過去大概5分鐘 其實這邊都可以進去 其實給大家看看我們溫哥華的街市 之前給大家看過大統華 這邊就更像以前我和媽媽買菜的街市 所以大家如果很想懷戀那種味道 我都可以回到這裡 便宜一點 這裡的東西應該是便宜的 還有這裡的東西應該是便宜的 大統華那些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看 買菜 買米 買肉 那些都會有 看牙都在這裡看 看牙我們都在樓上 在樓上有個牙衣 我們也在那裡看 很好人的 我們剛才在下面那裡 看到有些水果檔 肉檔 菜檔 樓上就有些食物的位 大家看到一些椅子 有些人坐在這裡吃東西 也有些不同的店 例如眼鏡店 賣一些衣服 或者是中藥 那些甚麼都有 大家看看下面有些菜檔 也可以水上落落的 洗手間也有獨立的門 是可以關上的 關不到了 我不敢拔 我還以為壞了 好了 洗手間的話 也是可以關上門 就不怕 你是不是要拍出出口 你看 不用了 沒眼神 很悶悶 你的狀態很差 不如讓我早點睡吧 說真的 讓我自由睡覺 聽不懂